大概在约目在一个月以前 大家就不断的在传什么 传说 中国的核潜舰沉没了 线上的官兵无依幸还 那时候就在传这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有些舰长出来就说 没有这种事啦 你们都外行啦 一大堆的嘛 对不对 可是有趣了 原本是来自于一些推特账号的爆料 后来来自于一些中国内部媒体的爆料 来了 英美 英国媒体今天竟然爆料 真的093核潜舰困自家陷阱 55个官兵全死 什么叫自家陷阱啊 报道说核潜舰是陷入中国自己在 黄海部下的陷阱 该陷阱主要是为了诱补英国 跟美国水下船这些 自己被自己搞死的啊 我讲 我每一次讲潜舰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不消的同事 前同事 前同学就讲说 你外行啊 于北辰陆军的跟我讲潜舰 你也是水面艇而已啊 你讲潜舰 我想大家不要讲 这叫常识 我想这叫常识 为什么会被自家 我们以前战车 我们有战车猎杀的这些设施 例如像龙齿 尖刑的 那战车开过去就被狡猾起来 然后就被火箭 那个66火箭的打掉 那是最简单的猎捕 那水下有没有潜艇猎杀的装置 一定有啊 而且呢 是在黄海 渤海进入黄海那一块 那边布的最多 为什么 怕美国跟其他国家的潜艇进去 然后对中国的港口造成伤害 所以说他就在那个部署了很多 那部署很多 他为什么误触呢 表示这一个先进的核潜舰 它的声纳出了问题 是 对 因为声纳就是潜艇的眼睛啊 你在海底要走 有什么设施 你要看得很清楚 那么他布的那些陷阱 一定是英国 美国 其他国家的潜舰看不到 不是 你布了一个陷阱 然后没抓到外国人 然后自己的潜舰撞上去 然后53个士兵全部死掉 至少测试陷阱有用 对 那陷阱通常是 陷阱通常是 敌人看不到 我看得到 就算我看不到 我也有海图 知道他在哪里 对 不是海图乱化 害他们 就是他们完全 自己也侦测不到 做得太逼真了 敌人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那哪叫陷阱啊 那叫做鱼丝网破 你知道吗 好 那因为这个东西呢 又涉及到中国内部的权斗 因为真的出大事嘛 你一个核潜舰 被爆炸 现场官兵全部死亡 而且现在船头是 自己陷阱撈到自己 所以现在有船 中国解放军内部在动 一个是装备部的 装备系统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 东部战 北部战区的 北部战区怪装备系统 说你的这个潜舰太烂 装备系统很快 北部战区说 是你们训练不够 所以现在真的出事了 李尚福 魏凤和 完全缺席 前后认的国防部长不见了 都缺席 这发生什么事 这个李尚福跟魏凤和 他一定要负全责啦 是啊 一个是他建的军嘛 他接的棒嘛 是啊 所以你两个人对于这个 一台核潜 一艘核潜舰 潜下去上不来 就跟前几天 那个马维军在电台 那个不是有一个某个名嘴 就讲说 怕潜舰下去上不来 被他讲中了 对 是你祖国的 不是我们的 三万块农民做的潜舰 对对对 这是你祖国的潜舰上不来 那这时候呢 一定要有人负责 因为潜舰是极机密的战略武器 是 下去上不来 这严重啊 这非常严重 所以李尚服消失了 魏凤和消失 他为什么要消失 因为就跟正好讲 开潜舰的 说你装备给我的烂装备 对 那个研发装备说 我的好装备给你搞成 你要赔我 你的烂军性 对 就自己打自己 打到最后 习近平就想说 哎呀 都不要推 11号给我开杂 对 你们在互相咬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很烂 其实是啦 就是你太烂了 那可是没办法 总得找一些倒霉鬼的肉头来开杂 所以李尚服别吵 你是现任国防部长 前任国防部长 魏凤凱你也别跑 你们前后任一起给我消失 这个消失不是软禁哦 这个消失从此之后 会在中国的政坛全部不见 那来接他的人是谁 不知道 那现年中央副主席的张幼霞 中央军演的张幼霞 也很危险 是 为什么 他也是老家伙 也是老骷主 他会不会被牵扯到 不知道 所以但是不出席又不行 还是要出现一下说 没有我们还在 这两个人可能容体欠案 对 躲起来喝酒去喝醉的时候没有来 所以叫张又霞跟池浩田出来 可是这个问题出现在最大的原因在于说 中国一直在强调 他的核潜舰是跟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可以去拼的 可以去努力的 就是中到自己陷阱 最后被自己的渔网抓住 对 你要去跟别人做水下作战 不是于死网破啊 这就是于死网破 抓不到敌人抓到自己 表示陷阱有效 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我们谢谢余将军的分析 哪有这种 你搞一个陷阱 搞到最后是自己的核潜舰出事